南北韓海上交界再度陷入紧张 北韩商船周一清晨闯入南韩划分的北方界线 南韩当然鸣枪市井驱离 但北韩反控是对方的军舰越界连发10枚火箭弹 双方各说各话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 谴责北韩违反两韩919军事协议 然而破坏朝鲜半岛稳定的变数还不少 南韩国家情报院分析 中共二十大后美国其中选举前 金正恩第七次核式的可能性大增 互博军员不止韩军这次攜手驻韩美军 美国也公开训练影片 尽管强调并非挑衅只是例行演训 但金正恩似乎不买单 恐怕没想停下武力示威的脚步 TVBS新闻中不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